侯莫辰月不知崔姑娘身份 多有冒犯 特来请罪 公子没有做什么错事 为何请罪 错就错在不知姑娘来历 方才用膳 家中长辈谈论 崔氏来客赠南销八百卷藏书 小城才得知姑娘是谁 会是谁不要紧 公子也无需为此事来请罪 侯莫辰月 你当然要谢罪 你不只要谢罪 还应该感谢我拦着你 不然调戏这位姑娘 你的罪过可就大了 不止南销帝要找你麻烦 就连他的师父 小南城王 也禁饶不了你 多谢先生 之前的提点 行了行了 崔姑娘也不是计较的人 你就放心大胆地 下山去吧 怎么 你还有事 侯莫辰月自知高攀不上姑娘 但还是想问一句 姑娘可有婚配 你小子还不死心 公子有此一问 是因为我姓崔 公子既要我说实话 也要交出实情 是 侯莫辰氏也是有声望的家族 要等与崔氏结亲 侯莫辰月 我劝你还是醒醒吧 人家崔姑娘 是乌水房家主之女 要嫁 也是六房首选 刘姓皇族 和北辰世家次之 这事 还轮不到你 我问的是崔姑娘 无论有否 还请姑娘 让在下死心 我没有婚约再生 但我 以心属一人 我对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